嗨,大家好,我是Sophie 这是三天前我收到的四颗蝴蝶兰 那这两天我得闲的时候呢 就用wipes,baby wipes 把这些叶子全部都擦了一遍 那现在叶子看起来呢 更是漂亮 我昨天傍晚呢 把水苔也除掉了 其中的两颗根就很好 这颗荧光蝴蝶兰 根还不错 另外旁边的这颗也还可以 David Lim Leopard 爆纹的 这颗也挺不错的 那另外的两颗呢 就比较差了 因为运输过程中呢 太湿了 我把水苔拨开的时候呢 绝大多数根呢 全部都烂了 这个呢是Joy Spring Connery Green Rainbow 绿彩虹 你看它的根呢 现在仅有这么一丁点 这么大的叶子 这么一点点根 不过花苞已经很大了 应该是可以打开 至少能看一下 看一下的话呢 我就会立刻把花苞摘掉 还有这一颗路德 它的名字呢 叫国华 这条的根呢 也不是很好 也不多 只有这么几条 另外呢 三片叶子 不过我觉得它们成活 完全都没有问题的 只是这两个根 少一点的呢 会恢复的比较慢一些 那我今天呢 打算呢 给它们上盆 我用的盆呢 就是我自己做的 用餐盒做的 这个尺寸 因为我觉得这个尺寸呢 正好可以把它的根呢 放下去 我在上面呢 打了一些孔 周围打了一些孔 但是这一次呢 我底部没有打孔 在这个靠边的位置呢 打了一圈 底部没有孔呢 我现在呢 想给它留一点点水在下面 这样的话呢 总是呢 有一些湿气上来 因为呢 多伦多真的是太干了 我的很多兰花呢 看起来都特别干 那我要用的植料呢 就是这一次呢 就打算用纯树皮 这是比较小颗粒一点的树皮 是腐熟过的树皮 有的时候呢 我用的树皮 是没有腐熟过的 我觉得这个关系 也不是太大 腐熟过的树皮呢 容易吸水 另外呢 我这里还有一点桃粒 这个桃粒呢 我打算呢 把它 垫在盆底一点 在树皮的中间呢 也加一点桃粒也可以 那我现在呢 就来装一颗吧 先来装 这颗最大的 羹也是最好的 现在呢 我把这个盆底呢 已经垫了一些桃粒 这样的话 假如有水的话呢 会在这个桃粒下 把这个植物呢 放在盆里 用这个 我就用这个铁丝呢 把这些根呢 稍微的剥开一点 居然有个小桶子 让它 稍微的 跟得更 分布的更均匀 就是这样子 下面的两片叶子呢 就坐在盆上就可以了 因为它们的叶子实在是太大了 然后呢 这个是我已经准备好的 这个树皮了 就直接倒进去就可以了 这个树皮的颗粒呢 比较小 特别特别的容易 这些树皮呢 是干的 我刚才忘记说了 我是把这个植物呢 昨天晚上呢 把水苔剥掉 然后在水龙龙下面呢 清洗干净 晾了一晚上 我没有用任何的那些药啊 化学药水啊 这些的 因为我觉得它们可以杀菌 但是呢 对兰花的根呢 也有伤害 所以的话呢 我通常呢 我是不用的 夏天的话呢 我会用水龙头冲干净 就放在外面呢 晾干 那 冬天呢 因为干的比较慢 所以的话呢 我就在外面 我就在 昨天 把水苔拆了 冲洗干净之后呢 晾了一夜 今天呢 才来上盆 这些蝴蝶兰的根呢 或者说很多很多兰花 它们不怕干 怕湿 尤其是长途运输 根烂的原因呢 都是因为太湿了 路上太湿了 这样呢 基本上就算是装好了 非常的均匀 装好之后呢 我会给它泡盆 因为这些树皮的颗粒呢 是干的 那泡盆呢 同样 我呢 会用一个容器 当然是没有孔的容器了 和这个一样大的 这样泡 然后呢 水呢 就浇到这个高度 会泡几个小时 第一次的话呢 会泡几个小时 让树皮呢 全部都湿掉 当然了 你也可以之前呢 就把这个树皮呢 泡好 泡好以后呢 用湿的树皮呢 种下去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一周之内呢 不用再泡了 这个呢 就是我今天呢 给这树蝴蝶兰呢 上盆的过程 另外的几树呢 我也会同时上 至于植料呢 我认为是没有关系的 你可以用水苔 可以用树皮 可以用其他的任何植料 也可以把它们混合中 主要是跟你的浇水方式有关 假如你用树皮的话呢 就勤浇水 用水苔呢 就少浇水 所以的话呢 没有关系 植物长得好不好呢 跟你用什么植料的关系呢 不是很大 这就是裸根的蝴蝶兰 或者是任何兰花 怎么样处理 怎么样上盆的过程 希望不久之后呢 可以请大家赏花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